只是这一次,这些符纹长剑之上,竟然流淌着星红的鲜血 这些血液仿佛刚刚滴落下来的,鲜红无比,还蕴含着可怕的力量与沧桑气息 这是远古的血液 夜沉目光冷然,这些远古强者的血液沾染在符纹长剑上 恐怕是因为这些远古强者都陨落于剑结之下 这鲜血太多,也表明了剑结斩杀的强者太多 多到能让整个苍穹都被染成血色 此时此刻,夜沉看着一冰冰,淌血的符纹长剑,面色越发凝重 总算将体内气息平复下来 夜沉抓住上一次的失误,直到越是拖延久了 剑结凝聚的长剑就会越多,局势就越危险 所以夜沉再度主动出手,手持煞剑冲销而起 只是这一次,剑结却没有被触怒 没有异柄长剑杀向夜沉,反而是长剑之上的鲜血 这一刻竟然从剑上滴落而下,在半空中汇聚 鲜血汇聚竟然渐渐化作人形,变成一尊新红色的强者 远古的沧桑气息,狂暴的伪力,让人惊惧的气势扑面而来 夜沉惊骇地意识到,这鲜血竟然能够重现被剑结斩杀的强者 这一位强者身前恐怕是乾坤境巅峰,乃至始原境的存在 此刻被鲜血凝聚而生,境界虽然降低,但依旧有着乾坤境后期的力量 更可怕的是,死于间接之下的强者太多 此刻一尊尊新红身影被凝聚而出,每一尊的气息都沧桑浩瀚,力量非凡 该死,还有这种手段 夜沉忍不住怒骂一声,只见一尊尊新红强者手上一招 天穹之上的符纹长剑立刻飞入他们手中 随即,一尊尊新红强者手持符纹长剑纷纷地向着夜沉暴杀而来 这些强者所施展的武技与剑道都是极其精湛与超凡的 夜沉面对这些强者,一时有些手忙脚乱 夜沉的身躯陡然被一柄长剑洞穿 这些新红强者实力不俗,武道更是强悍 如今密密麻麻到处都是 对夜沉来说,已然成了必死之境 我就说吧,这第二重剑洁的威能 要远超第一重 这小子必死无疑了 此刻,子孙目光淡然地望着夜沉 语气平淡地说道 是啊,不过我倒是希望 这个小家伙能再次打我的脸 创造奇迹 度过这第二重剑洁 你疯了吗 圣祖静而已 他怎么可能做到 子孙诧异地看着红尊 忍不住摇头道 就在他们讨论之时 夜沉已经被无数新红强者 围攻的重伤倒地 他浑身不满剑伤 没有一处是完好的 伤势严重到了极点 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 难道我真的要陨落在此吗 此刻望着扑面而来 见光刺目的一柄柄长剑 看着一尊尊散发着 远古气息的新红强者 夜沉眼中闪过一抹强烈的不甘 我怎么能就此倒下 站起来 站起来 这一刻 夜沉体内的轮回血脉震荡 轮回悬被飞出 将一道道要斩断天地的可怕长剑 纷纷挡下 夜沉体内的鲜血沸腾 奔涌 狂暴的力量涌现 肉身的伤势在急速恢复 他猛然起身 杀神的气势爆发 浩荡为压席卷开来 这一尊尊兴红强者 竟然被夜沉的气势所逼退 甚至他们看着夜沉 冷漠无情的眼瞳 竟然浮现一抹畏惧 这是畏惧夜沉的血脉 轮回血脉 轮回之主的威严不容挑衅 这些远古的存在 对轮回之主充满敬畏 此刻轮回血脉爆发 竟然让他们不敢动手 甚至连境界都被压制 血月图天斩 夜沉清楚地察觉到这一状况 知道这是自己的一线生机 轮回血脉可以震慑 这些远古的星红强者 但也不能镇压太久 等到间接察觉 到时候自己必死无疑 天穷之上 三轮血月浮现 浩荡辉弘 镇压诸天的无穷血光席卷而下 比这些血液凝聚的强者 还要狂暴 无尽血光映照在夜沉身上 风不可挡的寒芒 从落尘降龙剑之上绽放而出 夜沉目光森然地 望向一尊尊远古的星红强者 猛然一箭斩出 全都给我破杀了 这一刻 血光冲天 血光月光威震万古 无尽远古强者目露惊骇之色 轮回与血月两道绝强的力量 竟然再度出现在他们面前 哪怕他们早已是陨落的存在 此刻也不禁恐惧起来 紧接着无尽血光席卷而下 火杀万古 铺天盖地的灭世寒芒 一闪而过 一道道远古的星红强者身影 此刻竟然接连炸裂 最终全都化作一缕烟尘 在天地间消散 与此同时 血月寒芒却未曾有丝毫迟滞 竟然向着天穷之上的剑结而去 剑结还在凝聚着 唐血的符文长剑 此刻看到血月寒芒 却感到了无尽的杀意奔涌 竟然有种无可抵挡的感觉 下一刻 血月寒芒摧枯拉朽一般 瞬间将剑结斩成两半 天穷之上的浩荡剑结 在这一刻轰然爆开 狂暴的冲击 一山倒海般 倾泻向四周虚空 让这方天地都破碎不堪 整个玄天剑坟都在震荡 一柄柄植入云霄的巨剑在摇晃 看到这一幕 红尊与子尊的眼中 都流露出无比震撼的神色 叶辰能够度过第一重剑结 还能算作是叶辰运气好 但叶辰能够度过第二重剑结 却是出乎了他们的预料 毕竟这第二重剑结 与第一重剑结之间 恐怕相差了数倍 乃至数十倍的威能 叶辰不过圣祖境 怎么看都不可能扛下 可叶辰偏偏度过了 还是如此摧枯拉朽般地 将第二重剑结摧毁 这太过匪夷所思 这个小子 莫不会真的能创造奇迹吧 此刻红尊忍不住张大了嘴巴 呆滞地看着叶辰 迟疑地开口说道 不可能 子尊凝视着叶辰 冷眼断言道 第二重剑结 已经是他的极限 你我在此镇守这么多年 对第三重剑结 应该最清楚不过 那是原始镜都难以承受的毁灭打击 绝对不是一个圣祖境小子 能够抵御的 听到子尊这话 红尊不由地沉默了 他也知道 叶辰想要扛下三重剑结 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只是叶辰的表现太过精彩绝艳 让他有了种期待感 期待叶辰能够创造奇迹 此时此刻 红尊二人讨论之时 叶辰已经在闭目调息中 缓缓地睁开双眼 目光望向天穷 只见一兵兵闪烁着密室之威 一共九百九十柄遮天巨剑从天而降 仿佛要将这诛天都镇压泯灭了一半 狂暴的密室气息流液而出 大气磅礴的无尽剑微席卷而下 这漫天巨剑竟然排列成阵法 连接在一起 化作一座辉弘浩荡大气磅礴 仿佛贯穿万古长河爆杀而来的京士大阵 无尽寒芒风锐从剑阵之中爆发而出 一瞬间便笼罩这方天地 整个悬天剑坟都充斥着可怕的寒芒之中 叶辰甚至来不及做出反应 便发觉眼前的一切景象都变了 这一刻九百九十九柄巨剑深深的没入大地之中 整个悬天剑坟爆发惊天地震 无数山栏大地崩塌碎裂 与此同时 寒芒组成了一方雄伟壮观的剑界 无尽剑光在这里闪耀 剑微在这里轰鸣 寒芒到处飞舞 一瞬间 叶辰便被这可怕剑界所镇压 剑界蕴含着波澜壮阔般的五匹剑微 仿佛无尽星辰不断砸落在身上 叶辰感到无比沉重 直不起腰来 同时 无穷剑光与寒芒倾泻而下 如同狂风骤雨般 斩在叶辰身上 瞬间 叶辰便浑身布满伤口 血流如注 疯狂躺下 叶辰怒吼 这剑界太过可怕 999柄巨剑组成的阵势 让他感到绝望 哪怕是始原境的强者 在这等剑阵的镇压之下 也要含恨而终 我不能倒下 我怎么能倒在这种地方 叶辰怒吼 他浑身鲜血沸腾 如同火焰般的狂暴 在身体里奔腾着 竟然发出波涛汹涌般的轰鸣声 哪怕是面对这无可匹敌的剑阵 叶辰也不屈地坚挺着 竭尽全力抵御着 没有丝毫的畏惧 只有无尽的狂暴战役 而在这一刻 这方天地之中 苍茫大地之上 整个玄天剑坟的残剑断兵 无数死于玄天剑坟 三重剑结之下的强者意志 竟然汇聚而起 化作一道洪流 向着叶辰奔袭而来 这是叶辰的不甘 叶辰的信念 让无数残剑断兵与死亡强者所敬佩 强者意志与残剑断兵金光绽放 如同创世金光般将叶辰笼罩 化作磅礴大气的金色屏障 残剑断兵流转之间 无尽神威震慑死方 金光与寒芒碰撞 强者意志与剑威对抗 叶辰一瞬间轻松下来 对金光屏障内大口喘息 只是虽然有着残剑断兵的守护 但面对毁天灭地般的无敌剑阵 金光屏障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暗淡 叶辰心头了然 金光屏障只能守护自己片刻 过后自己还是要独自对抗拒剑阵法 还是死路一条 这 叶辰看着意外护主的残剑断兵 目光闪动 却是猛地响起了千兵报 这一刻 叶辰心头猛地多了一丝鸣雾 眼中精芒绽放 他从死死无生之中捕捉到一条 近乎不可能的升级 当初在神火学院 无老升级过一次千兵报 但还不够 我要升级完美般的千兵报 若是能够领悟出更加强大的数法神通 这一切没准可以度过 叶辰目光冷然 紧紧盯着天穹之上 散发金光的无尽残剑断兵 猛然手掌掐绝